欢迎回来 继续我们再来请教的是 蒋顺老师这几年来 对于美学教育在台湾的推广 事实上你一直希望大家把眼光 能够拉到包括像西方 包括像中国 古老的中国 像这几年您谈了莫内 谈了雷诺瓦 米开朗基罗等等都介绍 达文西等等给大家认识 但是也希望我们的父母们 例如说看看我们的唐诗 宋词家里如果有调皮捣蛋的小孩 让他们背一背唐诗 也许小孩越顽皮的话 唐诗宋词背的越多 希望大家把这个美学的品味 美感的能力能够提升起来 那您看看这几年下来 是不是有一些进步 或者说台湾社会 还有一些还需要再改善的地方 您的观察 我想我从1976年 从法国读完书回来 我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比较专注在艺术 或者广义的文化 就是音乐 绘画 文学 那我觉得生活里有这样的一些修养 教养 人会比较幸福 而且在富有之后 那个富有也不会那么粗俗 能够比较更优雅 更精致一点 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 我觉得法国经过一个比较长的 富有的阶段之后 他们的社会里真的能够达到 有很普及的文学 艺术上的这个教养 可是这几年其实 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的想法改变很大 我写了天地有大美 这是用庄子的话 因为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严 那意思是说庄子认为美 并不见得只在艺术当中 他希望能够从生活里 天地之间无所不在都是美 所以我那本书里基本上谈了 十一住行 希望我们能够回到生活里面的 吃东西 穿衣服 住屋 行 这种最基本的生活上 去谈美感的东西 后来也写了美的觉醒 那美的觉醒希望谈我们的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跟触觉 所谓的五种感官 怎么样让它能够更丰富 更细致 我想这个改变是因为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讲的美学品味 美学品味 我们知道品这个字是三个口 是三个口 我现在常常把品这个字 跟另外一个字来做比较 就是吃 吃是一个口 旁边有一个乞丐的乞 太饥饿的时候会饥不择食 好像口腔变成一个乞丐 在祈求食物 我记得我的童年 大概在1950 60的时候 台湾那个时候经济不是很好 我回想起来不止我们家 家家户户都一样 能够吃的菜都很少 就是口的祈求 所以那个时候谈品味 不太可能 品有一个可能 就是说它一定要东西多 那东西多的时候 你要懂得选择 所以我觉得三个口 其实从一个口进步到了三个口 比如说我们的口腔里面 它会品味各种不同的味觉 对于甜的反应 对于酸的反应 对于咸的反应 对于辣的反应 对于苦的反应 我们光光讲味觉 最主要的五种味觉 其实当然不止如此 还有其他的一些味觉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吃到饱 我们不会去品味细的味觉 那可是我们就会发现 品味的品这个字 在中文讲的品 英文里面讲taste 它到最后并不止讲味觉了 我们说这个人穿衣服穿得不错 很有品味 很有taste 我们到一个人家里说 这个人不错 你看它家具摆设很有品味 很有taste 它是从味觉的丰富性 引发到一个人懂得选择东西 那我觉得这种选择其实是高难度的 这个高难度是说 在我们富有之后 尤其台湾大概进入上个世纪的80 90以后 台湾急速富有 它曾经是亚洲四小龙 在经济起飞的时候 我常常会觉得我到一个大饭店 看到一个buffet 我觉得台湾在吃buffet的时候 我立刻在观察 你就觉得好辛苦 因为台湾的buffet 是我看过全世界种类最多的 因为它的选择很多 有广式烧辣 有台式的一区 有法式的什么沙拉一区 有日式的什么萨西米 对 各种都有 所以我就常常看到一个人拿着盘子说 我哪一种还没有吃到 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我们的人生 问我什么东西还没有 它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件事 因为你不可能什么都有 我有一次在罗浮宫 1972到1976我在做导游 然后有一个朋友 带着两个孩子去罗浮宫 那当然全家的机票也很贵 那所以他很希望在短短的几天里 给孩子像填鸭一样填进很多 罗浮宫的美学教育 然后他最后就是讲这句话说 他们两个哪一张话还没有看到 我听了好难过好难过 我跟他说我在这边四年了 我很多话还没有看到 可是我就说 你有没有可能反过来讲 他看到了哪一张 我的意思说 人生如果你说我得到了什么 满足幸福 跟我什么东西没有得到 那个不满足跟不幸福 刚好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所以拿着一个盘子说 我什么还没有吃到 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你不可能全部都吃饱 可是如果那样吃饱了 最后也真的是很不舒服 因为你在折磨自己的胃 那如果你拿着盘子说 我刚刚吃到那个真是好的 不得了 那一口在我的口腔里化掉的时候 哇 我觉得人生真幸福 我觉得这个人是幸福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test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检查 最后是说 我们能不能对自己 已经手上有的那个东西 或者能够拥抱的那个身体 我们有满足感跟珍惜感 如果你抱着这个身体想 我另外一个身体还没抱到 你永远是痛苦的 因为地球上有六十亿人 你不能每一个人都抱到 我觉得如果你一直觉得 你的欲望是要下一个 它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我觉得品味的品这个字 比如在六朝的时候 中国很喜欢用品这个字 写诗写得最好的 放在诗品这本书当中 画画画的最好的人 被放在画品这本书当中 是说心里面有人品 谈到人的品 那这个品都是在讲 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 我们懂得选择 我们不会积不择食 我们不会觉得 我们手上抓了一大堆的东西 都不肯放手 那我还是希望回到 我自己在加护病房做的功课 有什么东西 有一天你真的能够带走 包括你一生的爱恨 包括你一生的恩怨 包括你一生舍得或舍不得的东西 我们讲舍得或舍不得 可是哪一件东西 你真的能够带走 没有一样 那因此我觉得对人生 这个彻底的一个功课 如果有一点领悟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般人认为说 四大皆空那么浮浅的话 其实是说 我有了这个心理的准备以后 我反而开始回头来觉得 我知道的每一个当下的那一口 真是美好到极点 你知道那个池上出的那个米 因为阳光太好 雨水太好 北南西的水汁好 然后那些农民们 那么照顾那个水 甚至是强迫电力公司 要把灯拿掉 因为日照太长的稻谷 都没有办法长得很好 因为它不能休息 所以那个池上的冠军米 煮我熬出来的粥 我什么菜都不配 我放在口腔里 我就觉得实在太幸福了 那它比你一百种的食物 放在面前 然后你把自己一直塞塞塞 我觉得是要幸福太多太多 所以因此我觉得品味 绝对不是多 绝对不是比量 因为如果你不比品质 我们现在又讲到品这个字 有品质的意义 因为品质好才有品牌 我们今天商业市场讲的品牌 大家都误会了 以为说把领子翻开 在后面那个牌子叫品牌 看你穿了什么品牌 其实不是 是说我选择了一个衣服在我身上 是跟我的style是对的 那个才叫品味 品质品牌 这三个字都有品在里面 那如果只注意品牌 认为品牌是很贵的那个东西叫品牌 我觉得是一个误会 所以有一个妈妈 她很喜欢穿名牌 很贵很贵的衣服 那其实她穿的也还好 因为她蛮贵气的 然后她那个女儿 她很小就送到美国读书 就爷爷的 那个皮肤晒得黑黑的 16岁 然后穿个牛仔裤 撕得破破的 她妈妈就看了很不顺眼 就说我给她好多名牌 很贵的衣服她都不穿 她老是要穿那个破破 我就跟她说 那个也是名牌 你不然不搭她呀 对 我说她穿了你的名牌 实在是不对 我说你穿了也很好看 可是你不要让她穿 所以我常常会认为 美最后是回来做自己 是 可是做自己好难好难好难 因为我很喜欢曾雅妮 我觉得她打球是好好看 然后她晒得黑黑的样子 她的那种运动员的感觉 我常常想说 拜托 拜托 曾雅妮 千万不要去学林志玲 因为我觉得林志玲也很好看 可是如果曾雅妮学林志玲 她就很惨 或者林志玲学曾雅妮 也很惨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美真的是回来做自己 可是好难 好难 因为我们总是看别人 总觉得说 是不是她比我美 其实美一旦在评分跟排行 已经很辛苦了 我觉得美回来做自己 就是我好好地完成我自己 所以比如我常常跟朋友说 我现在好怕别人问我说 你喜欢哪一种花 我一讲百合 我就觉得我对不起玫瑰 因为她不能排名的 因为她们都不一样 那我觉得在大自然里 每一种花都在做她自己 那人为什么不能够 每一种都在做她自己 我想这个领悟 很可能里面就牵涉着 我们刚刚说 对品味的认识 就是品味到最终最终 是一种选择 而这个选择一定要很清楚的 我做我自己 所以我可以面对 一大堆的巴菲尼的选择 我认为说我今天 我觉得在当下 在此时此刻 我很希望吃一点稀饭 配一点青菜 那我就这样选择 我不要用别人的眼光说 你这个人好笨哦 花了这么贵的钱 到这个大饭店 你怎么会只吃这些东西 觉得划不来 人生怎么算都划不来 怎么算划不来 如果不做自己的话 不要去想划不来的事 我觉得我后来发现 好多朋友在不同的场域 老在讲划不来的时候 好辛苦 好辛苦 你轻轻后悔 我不知道余芳会不会觉得 有时候我们真的在爱上也是 就是我觉得那个林黛玉 跟贾宝玉 因为有前世的缘分 因为贾宝玉曾经是一块石头 老为他浇水 所以那个草长得很好 他就后来就觉得说 哎呀他怎么到人街去了 那他给了我这么多水 我也要把水还掉啊 不然我心里难过 他就想 哦他到台湾去了 那我也到台湾去 把他读建中 我要读北英语 然后把我一生的眼泪还他 所以我跟朋友说 你不觉得林黛玉 就是要来还眼泪吗 他眼泪还完 他就要走了 所以让他总是读红楼梦说 为什么他们两个这么相爱 为什么不结婚 我说他从来没有说要结婚啊 他只是要还眼泪啊 那我觉得 这里面也没有滑不来的问题 林黛玉如果说 哇我一辈子都要为他还眼泪 再哭好滑不来的话 大概没有这么动人的故事 他们已经做自己了 我相信我母亲那么爱我疼我 他从来不会讲滑不来这件事 他从来没有想回报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人生真的不要去想滑不来 那我也希望大家以后下一次 如果手上拿着盘子 不管是面对buffet 或者拿着盘子来面对罗夫公的话 应该问自己说 我得到了什么 不要问我自己什么我还没有拿到 因为太辛苦 因为美感除了建筑在心灵上 还有就是在许多心灵的这种满足的时候 要怎么样得到那个满足 要做自己 而面对盛宴 不管是哪一种的盛宴 都要懂得选择 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 确实是不容易 这也是人生的功课 稍后我们要继续再请蒋轩老师 再跟我们谈谈 对这个社会 以及对媒体的观察 有请不吝点赞 这也是有请不吝点赞 c没 ente 보�